大家好 又帶大家去吃吃吃 話說之前我朋友帶我去和三味吃午餐 原來那裡有一間日本餐廳 吃完午餐後覺得蠻好吃的 然後我在搜尋究竟他們出名什麼 原來他們出名是鐵板燒 我今天就和Mr.Honey一起去準備試一下 當然是帶你們去 我們現在事不宜遲立即出門了 來到看菜單 有一個人的餐 藍起鮑魚的餐 我想下面應該是選擇什麼牛的價錢 然後就是因為Mr.Honey不太喜歡吃鮑魚 所以也有另外 譬如是水餐 就是這樣 然後或者是辣櫃 我們應該會選擇這個 下面有幾個牛的名字 也要問一下究竟是做什麼 我一會兒問一下 然後還有兩個人用的鮑魚 蠔和三個人用的鮑魚 吃了一個綠菜 吃了一個鮑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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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鮑魚 其實我一般的知道 但我覺得它很彈的 很新鮮 然後龍蝦也很新鮮 很彈的 nice 所以我喜歡鮑魚 對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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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我們看到鮑魚 看我們就不吃 不要 然後是 因為它是TODAY special的海鮮 我們不知道有的 因為果欄就看看你那天撞了好不好 但我覺得OK 啊 today 心鮑魚 真是 良益 的 八 уров 它一定是牛的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我以前有一個Vlog 是去尼遠三期有一間日本餐廳 叫Take粥 中文,即是Bamboo粥 那個都是有鐵板燒的 我那間久不少都去 當然價錢來說 如果那間沒有買一送一的話 是比這裡貴的 但那間我感覺上好像多一點食物 飽了上來這裡 這個飽到上來這裡 那個飽到上來這裡 他們那邊比較細緻 他們會整理你的碟子很漂亮 很細心 這邊我覺得是比較實際 即是reasonable I'm not sure I haven't tried many I just think from a cross point of view against the other one more reasonable but it's quicker 那邊如果不減價 就會貴過這邊 但如果減價兩邊差不多 買一送一的通常做 那這邊就沒有減 我覺得如果減價差不多 另外那邊會好一點 因為那邊似乎是多食物 而且比較細緻一點 但如果不減價的話 其實我覺得這邊比較實際 煮完就吃 煮完就吃 會比較實際 比較快一點 即是如果你不想坐到 坐到很睏 坐到睡著的話 我覺得這個也不錯 適合節奏比較快一點的朋友們 那邊呢 Tick那邊我覺得比較適合 慢一點 想享受環境 吃兩三個小時 跟朋友聊聊天 慢慢吃 我覺得各有不同 我未試很多其他鐵板燒 試完再告訴大家 這裏的食物都是很不錯的 海鮮、牛,全部都很好吃 我覺得深濕 那我都會給八分 我都推薦 如果你們來的話 記得要先預約 因為都很充滿 午餐或晚上都要先預約 否則 基本上都未必有位 因為我打來的時候 都說兩個都放得到 但如果是三、四個人的話 一定要先預約 好了 我們今天聊到差不多了 Squid was nice 知道了 知道了 我們今天差不多了 再跟大家聊 拜拜 拜拜 我剛才以為已經吃完 然後打算收拾東西起來的時候 打算叫他買單 然後女生問你 我們現在可以轉場景了 因為來的餐包了一杯飲料 還有一個雪糕 我們現在就轉場景 走過來這邊 好像一個cafe 吃雪糕和喝咖啡 這裏離開了鐵板燒的位置 就是這樣 What a surprise 為了